你知道啊 比起煤气灯效应 更可怕的是自我POA 自我POA会为彻底的摧毁一个人的自信 而且惯性自我POA的人 也很难在感情里获得幸福 什么是自我POA呢 心理学中的定义就是 通过无意识的否定自己 摧毁自己的自信心 从而实现对自我的精神控制 自我POA主要有以下四种表现形式 你来看看自己有没有啊 B 合理化别人对自己的伤害 比如对方家暴出轨 但是受伤害这个人会想 的确是我做的不够好 我自己真的不合格 可能他还会想 那他也有对我好的时候啊 他对我很大方 他给我送礼物了 而且他跟我道歉了 他下跪了 他哭了求了我了 总之就是不断的合理化 对方对自己的伤害 不断的否定自己 一边痛苦 一边很快原谅对方 然后在不断伤害当中 降低自己的底线 第二个 高度自我批评 普通人如果搞砸了一件事 会反省 哪里做的不好 下次尝试怎么做 能够更好 但是自我POA的人 哪怕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自己搞砸了 他也会把原因 归结到自己身上 比如周末和另一半 约好了去某家店 结果去了之后 人家关门了 另一半呢 还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 他就会自己怪罪自己 我出来之前怎么不知道打一个电话呢 我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 都是因为我 这么大好的周末时间全浪费了 他现在心里肯定很生我气吧 他肯定都觉得说我不可理喻了吧 这种批评自己 分析错误 花的精力会远远超过 想办法解决问题的时间 最后情绪就会不断的泪好 不断的因为小事 而琢磨惩罚自己 那第三 质疑自己的感受和反应 明明心里感觉不舒服 但第一时间不是问自己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 而是第一时间否定自己 比如朋友找你借钱 他可能要去理财或者投资 你明明不想借 而且你觉得这钱借出去就打水漂了 你心里很不舒服 但是接下来你就会想 哎呀我不想借 那我是不是太小气了 别人是不是不开心 或者别人看你玩笑 说你胖 你听着很不舒服 但是你还会笑容打圆场 还心里想着 哎呀我要是因为别人开玩笑 就发火 我也太小心眼了吧 这种自我感受的质疑 就会不断的压抑 你的负面情绪 全部指向的 就是我们叫内向的自我攻击 而且还会给别人一种心理暗示 就是他怎么对你都是可以的 反正你也无所谓 意思啊 繁复和他人比较 这种比较的心动历程就是 先不断的因为一点小时就贬低自己 比如买的衣服周恩说不好看 就在心里贬低自己 哎我眼光真的不好 然后接下来呢 就会把自己和别人比较 比如谁谁穿了衣服 还没有自己的好看 那通过这种表现 得比别人更优秀 更优越 来抑制内心的固执感 而这种反复比较 就会加重人类性的焦虑感 让人不自觉的泪卷 总觉得自己还是不够好 如果你发现自己身处在这种自我 COA的状态当中 你就必须要花时间 花精力去拯救自己 拯救自己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练习和自己积极的对话 问问自己 如果我的好朋友 跟我有同样的经历 我会对他做什么 说什么 这个问题不能把你 从自我否定和批准当中拉出来 试着去爱自己 尊重自己 别人才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